金山区六三社区是新北市的农村栽生社区 为了要鼓励农友与社区成员与时俱进来吸收新知 并且从事友善的耕作 六三社区都会定期为成员开办农事相关的知识讲座 而近来社区再度邀请到农委会桃园农改厂的专员来演讲 讲述有机蔬菜的栽培 希望借此鼓励社区成员多多种植有机蔬菜 有水路里在金山做一些安静的器材 在金山还有安静料 然后这样子我们跟我们介绍一些 人家无用动用的材贵 这个部分 然后每次都大家先进 这样子有这种问题 不要紧 这项目非常严重来自 其实六三社区的成员 每一位都是种植经验丰富的农民 种植的技术没有话说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 传统农法越来越少农民使用 取而代之的是友善无毒的栽种 透过专业的讲师现身说法与交流 要让农民从传统农法转变到友善耕作 可以更加的顺利成功率也大提升 所以只要今天会办这个课程 就要让大家了解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强调是友善耕作 绝对是无动 有机有机 我们现在目前 你像彩天米就好 彩天米完全是友善耕作 不用荣耀 绝对不用荣耀 其他 其他蔬菜种植也是不用荣耀 不用荣耀它一样可以生存下去 所以说因为现在是食安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无形中接受到不可意见的毒素 就是使用荣耀问题 所以说我是在这里中调 因为为了大自然 为了大家的健康 我们绝对绝对不要用荣耀 六三社区中多以种植稻米地瓜 以及莲花等作物为主 希望透过有机蔬菜的培育 以及友善无毒栽种技巧的学习 能够让社区中以友善有机来种植的作物 种植成功率提高 也让社区的环境因友善无毒 变得更加的美好 介绍品和金山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